敷開粽子 香氣刺激 米飯粒粒分明 還沒切開 滿滿的餡料已經藏不住 還有整顆蛋黃 栗子 豬肉塊 也給的不手軟 各種經典配料搭在一起 完美平衡 粽子口感 走到後台備料區 用豬前腿肉加上調味料 慢火燉煮三十分鐘 讓每一塊肉都能完整入味 不只備料花時間 粽葉的選擇也別有巧思 這個綠色的葉子有那個葉子的香味 所以米粒蒸起來有那個清香味大 比較米粒比較韻一點 那南部粽是軟爛 所以它有這種葉子的話 它不會吸附水分 材料一切準備就緒後 直接產線 員工把粽葉折成形 依序放入米飯 還有各種配料 而且每一顆粽子的量都抓得精準 經過磅秤不多不少一百八十克 計時器見證 員工超快手速 爆一顆粽子平均只要十三秒 一整天的工時四個人至少可以包完八千顆 一個端午檔期大概三十萬顆 三十萬顆左右 一天平均大概八千顆 菜市場飯店還有一些政府機關的大型活動 三月份就開始陸續又有訂單進來 但一直來可是我們沒辦法借掉了全部的單 今年端午節業績比往年更成長一倍 不過面臨原物料成本上漲壓力 老闆也扛不住 預計今年六月端午節後 每顆漲價五到十元 但是買氣依舊不減 現在粽子裡面包肉已經不稀奇 還可以把榴槤也加進去 業者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 研發改良口味之後 終於找到適合的 成功把中式跟泰式 兩個之間聯合在一起 用香蘭葉包裹住米飯 黃色的部分就是水果之王 榴槤的果肉 整顆甜粽瞬間有獨特的風味 還有龍眼也被入菜 一顆顆飽滿的果肉充滿南洋風情 鮮的也能玩創意 牛肉 牛肚 牛筋 包裹進粽子裡 還有花椒香氣 想吃麻辣鍋 一顆肉粽就足夠 已經有八九成滿了 表現得相當亮眼 也有超過我們的預期 有人喜歡獨特口味 也有人愛奢華內餡 一整隻活龍蝦 鮑魚干貝等等的 頂級食材 霸氣用料 一顆總重有540克 深受陶客歡迎 以今年的限量500組的目標狀況的話 目前已經剩下少量 20組現貨可供民眾買 還有大地酒店的海陸雙拼 粽子多達1.1公斤 用稻草梗捆綑 獨門醬汁的鮑魚 以及牛小排同樣超級夯 端午吃粽子用噱頭 用創意還有澎湃抓住消費者的位 三連新聞 各位宣傳來台北 彩方報導